在昨天的田径赛场,美国选手斯科特夺得女子100米的金牌,成绩为11秒28,这是美国队本次大运会获得的第一枚金牌。 来自南非的小将乔伯瓦娜以10秒10夺得男子百米冠军。 在男子外米决赛中,同样来自南非的莫库卡超过了俄罗斯的亚巴科夫兄弟,以28分45秒96夺得金牌。